欢迎收看第566期北京不敬音 昨天晚上的直播里我还在说 越南共产党这个总书记阮富仲 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去世了 结果今天就噩耗传来 已经家和戏去了 那么阮富仲呢 有人说他是越南的习近平 因为为什么呢 相似点在哪里呢 就是也是在不停的去集权 集中权力在自己手里 那么其次呢 就是也都突破了这个连任的老规矩 寻求了这个第三次任期 阮富仲呢 是从2021年开始的 那么刚刚三年已经去世了 那么习近平呢 那么我们就是从阮富仲这个事情上 当然这是越南的事情了 但是有人说越南甚至越共 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 我觉得不好说 不一定 我们先观察一阵 为什么这么去判断呢 因为越共啊 就是阮富仲 他的这个集权的过程呢 不如习近平那么长 也就是说在这个集权过程中 他对于过去的这些固有力 和一些固有的盘根错节的这些势力 的这种破坏性 他没有习近平破坏的那么大 那么这个系统的损害不大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并没有发生一个代际交替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白话 就是新人并没有完全的顶上来 也就是说还是那个老一代那群人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阮富仲现在死了 对吧 那么换一个人 那么还是在这一群人里面上来一个 那这个人有可能继续的去延续 阮富仲的这个集权的这个套路 对吧 那么就等于权力就过渡到他这里了 有可能会这样 那么他就不会有大的变革 或者呢退回到过去的一个集体领导 就还是那一撮人 但是呢就是像中共那个所谓的九龙之水 那个时期 就是每个人的权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呢权力还是没有外溢出 整个他这个小的利益集团呢 所以从这来判断呢 我们觉得越共啊 包括越南会发生很大的变革呢 打一个问号啊 我们看一下 但是从这个上面呢 也可以去获得某种借鉴啊 虽然越南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也是啊 突然呢这么一个 权力高度集中的啊 这么一个老的领导人啊 突然去世 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为中国习近平死后呢 也大家也可以在这上面去产生一些思考 对吧 好 今天想说三个事啊 一个是越共这个事 那么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关于这个特朗普啊 不是最近说了一个话吗 说这个要求台湾去给美国付费啊 美国才能够去协防台湾 才能保护台湾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 好多台湾人啊 在里边表现的特别天真啊 就说好啊 不就付钱吗 钱我有啊 台湾有钱啊 你说吧多少钱啊 我给了你钱 那你美国可以来驻军了 对吧 那我就更安全了 我们看到这样的言论 这就让人觉得挺诧异的啊 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东西啊 因为很多人啊 现在在理解这个一些国际秩序啊 包括国与国的这种利益的时候 他全都是从这个利益层面去考量 就说一切的根本 他们认为就是一个利益 对吧 那你美国也不是说 就是平白无故的对台湾好 我要保护你 对吧 因为这里边有切身的美国的实际利益 在这个台湾海峡 那很多人全是从利益的角度 去思考整个这个世间的万物的事情 对吧 但是我们要看到啊 有一个东西就是在 呃 中文里啊 经常说的叫道义 对吧 很多人现在已经不讲道义了 觉得这是完全虚无缥缈的东西 觉得这是扯淡啊 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道义跟利益比起来 对吧 有的人会觉得说 你不要扯这些道德的东西 道义的东西啊 我们要实际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利益 我们的利益要靠这个 之间的这些合同 这些协议啊 去维持住啊 那么很多人就只信这个东西 但是啊 如果落到这一层面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的很多问题 实际上都会变得没法解决啊 我们举个例子 那你像台湾你可以付付钱给这个美国 是不是要求美国保护 那好 如果中共付十倍的钱呢 或者付更多的钱呢 要求美国不保护台湾 对吧 把这个中共也给美国交保护费啊 就是但是呢 我的条件是我付十倍的钱 或者我付一百倍的钱 但是条件是我要把台湾收回来 那如果说啊 我们只讲利益的话 那么美国会不会就在这个地方就就放手了呢 就特朗普这个政 如果他后面上台的话 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够只讲利益 美国在这个事情上 他既然是这个世界的秩序的构建者 那既然你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世界警察 那你就要讲道义 这个道义啊 就是他在这个利益之上的 也就是说你根本运行上 不是说我们不考虑利益 但是你考虑完利益之后 你说出来的话 你做出来的事 还是要符合这个高于利益层面的一些道义的原则 你必须符合 因为如果你 你就是中国古代讲 对吧 师出有名 对吧 你打任何的仗啊 你当然你可以去算 我军队有多少 对吧 我装备有多么精良 我粮草多么丰富啊 我我甚至有这个民心的支持 那么这一切 尤其是民心的支持 民心所向啊 你这个这个战争打的是否是 加引号的正义啊 那么这就是一种道义 这就是你师出有名 对吧 你得你得站住这个道义 你才有可能去往下推行 去计算其他的那些利益 如果你道义都站不住脚 那你很多东西就不用再讲了 所以你现在各这个国际局势上啊 也是这样 那么台湾人民在这个点上 不要去不要这么天真的去想问题 因为其中啊 我也看到了 有很多的这种川粉 有很多这种特朗普的粉丝 并不是说啊 所有的台湾人都是这个认知觉悟有多高的 其实很多也是一些社会达尔文分子 有些其实也是一些牧强分子 他们就是这么理解这个世界的 那如果说啊 就是说 谁在这个事情上有利益 对吧 谁的拳头硬啊 能抢到这个利益 你如果一切都是以此出发去考虑问题的话 那我觉得台湾的未来是很危险 台湾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 你很有可能就在利益上面被人出卖掉了 你有可能在这个拳头和力量的比拼上 你就输掉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哪怕像中共这样的政权 他在这个去讲他执政啊 就刚刚开完的这个三中全会啊 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事情 中共他也要讲道义 对吧 我们看看三中全会啊 简单来说 他会讲什么这些 我们什么就深度改革 对吧 当然说的都是屁话了 什么2035年的目标啊 这都是画饼啊 这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他啊 这个未来的所谓七个聚焦 就是他这些漂亮话都要说出来 就是在道义层面上 他要给自己的这个执政啊 他去包装一下 对不对 你比如说他要聚焦 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他也得讲民主 就是道义层面啊 官话他也要讲民主啊 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这个很重要 就实际上你共产党能不能继续执政下去 在道义层面上很简单 因为你是一个国家对吧 你是这个国家的政府 你得让这个国家的人民过上好日子 就这么简单 至少有多好日子不好说 但是至少得有饭吃 对不对 得有工作 有收入啊 有基本的这些医疗教育的这些保障 这些必须得保证啊 你这个保证不了的时候 那你从执政的层面上 你这个道义就站不住脚了 所以你看他还要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啊 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对吧 你这个治安的保证 这些都是你的道义层面 但是呢 他这个七个聚焦里边 最后一个聚焦特别有意思 叫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和长期执政能力 这就把他自己的真心话给卖了 就是其他 其实他关心的都不是前六个聚焦 他关心的就是自己能不能长期的执政 但是长期的执政 说白了 你得保证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 你后面你这个经济这种情况 你实际上是保证不了的 你实际上就实际上做不到这个长期执政 好吧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讲这些事情啊 就是我们不能够啊 不能够分析任何事情 全都从这个一个底层利益的角度啊 就是一切都利益出头 然后离一切都是利益相关 一切的决定因素是那个最根本的利益 如果是这么去考虑问题的话 你可能看这个世界的视角啊 有一点怎么说呢 就不能叫井底之蛙 但是你只看到了底层的一小部分的 一个运行的原则 对吧 道义不是虚无缥缈的 它是实际存在的 这种东西 当然了 你很难用一些经济数据去解释 你很难用一些实际的啊 国与国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协防条款啊 或者一些人员之间的一些合同去解释啊 解释不了 但是呢 它是存在于人心之间的 存在于整个这个国际社会间的运行的一个 一个基本法则 这个道义很重要 好 今天就聊这么多 感谢收看 订阅 分享